啊 吴小姐 看样子你很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呀 谈谈吧 就几分钟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你想干吗 你快停车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谁说我报警了 你不用那么激动 有话好好说嘛 李先生毕竟是彤彤的新生父亲 新生父亲 想要回自己的孩子的育养权 也算天天第一 不可能 停车 停车 快停车 停车 停车 你干什么 吴小姐 你不会自己想以开为孩子想吧 你不用说了 你一个人单身带着孩子书房子中 一个月的收入去了生活基本费用 和孩子的教育费还剩多少钱 以你这种条件同时跟着你 不如跟着李总 当然 如果你要肯放手的话 李总也不会亏待你 他会给你一大便 能马上改变你的生活账 到那时候 你再找出颅异娘更嫁了 生的孩子 我过去去不两千七名 在你里面 也许钱非常重要 可是在我里面 什么都没有彤彤中文 请你告诉李总 彤彤是我的孩子 跟其他人无关 吴小姐 不认为李总的特助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但是作为李总的兄弟 我必须警告你 为了他必要的时候 我什么事都该做 我告诉你 除非是我死了 否则没有任何事情 能把彤彤从我身边带走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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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我死了 喂 你们有完没完啊 吴小姐 李总想要见 有什么条件 你亲自告诉她吧 我谁也不想见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吴小姐 你不想见的人 就一定有能力 可以拒绝吗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请到车上聊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啊 那你为什么会怀了我的孩子 我是骗你的 我 我是撒谎 童童 童童不是你的孩子 童童跟你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嗯 好 那这份DNA报告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你怀了我的孩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 那次 那次只 只是一个意外 你利用张曼迪 利用一次意外 让童童出现在我面前 说吧 你如此处心积虑 到底想要什么 说出你的条件 你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要童童 你 我怎么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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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